台中外衣間又有受刑人脫逃 是今年的第二期 江信受刑人頭戴鴨神帽 身穿潛色短袖上衣 短褲深色球鞋 從前期的車離開後 沒有入肩翻牆 逃進停車場後逃逸 他四月三號回雲林斗六探親 原定六號下午一點 就要反肩報到 卻遲遲不見蹤影 從台南監獄今年一月移入的 他是強盜案判六年 刑期大約還四年多 他在我們本間表現都正常 預防緊急通報警方協詢 也公布正面照 二十六歲江建立 平頭細眉單眼皮下巴為前傾 身高大約一百七十五公分 提醒民眾多加留意 六號的十二十左右 是搭乘他們家屬的車輛 到達那個監獄的門口 他下車以後 沒有進到監獄售價 那自行從監獄旁邊的 草叢離開逃逸 起底在逃中的江建立 前科累累 二零一八年間分別觸犯 幫助犯詐欺取材罪 業務勤枕罪 二零二一年 甚至為了偷一支H型鋼架 二一開貨車碾壓業主 造成他焚碎性骨折 以準強盜罪被判刑六年 親民連假三天 獲准返家探親 現在卻不知去向 台中雲林警方發布通緝令 全力查棄中 記者劉兵李文傑台中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